大家好,我們要分享的主題是 海中紅寶石 東港櫻花蝦特性及行銷策略之探討 大家好,我是小櫻 大家好,我是小花 上台翼鞠躬 小花,小花,你知道東港不會在哪裡嗎? 我知道,在屏東圈的小雨村 那你知道東港有哪三寶呢? 這個就是大寶 中寶,小寶啊 是黑鮪魚,櫻花蝦以及鱷魚子啦 原來啊 那你知道過去幾幾年的五月都是以黑鮪魚為主題嗎? 我知道,但是在2013年五月的時候改善櫻花季為主題 所以本小組用櫻花蝦作為研究主題 想讓更多消費者知道東港的特色 那櫻花蝦有什麼綽號呢? 櫻花蝦的綽號就是 回咖咖,回咖咖,花可仔啦 那它出現在哪些地方啊? 它出現在150至300公尺的深海蝦類 雲民們常在日本的金釱縣河灣,台灣的宜蘭 還有東港西之出海或者仿良一旦 能捕捉雲花蝦的蹤跡啦 那它近年的趨勢如何啊? 它近年的趨勢是逐漸的下滑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因為氣候的固定 環境的變遷 最重要的是雲民大量的捕撈 所以為了防止過度捕撈 政府有規定金釱香素 金釱香素從過去的38香 32香至今的9香 多出來的香素要倒回海底 或是分給其他的船隻才能回港 那櫻花蝦是什麼產品呢? 櫻花蝦的產品有分成乾拌櫻花蝦 一斤是600至800塊左右 還有我們的冷凍櫻花蝦 一盒是200塊 是日本挑客的最愛咧 還有我們的加工挑食品櫻花蝦 它是有素種口味 有芝麻、海苔、杏仁等等 它是因為內容量不同 所以價格質別上也會不同 但是大多在100塊左右 那還有什麼更有引人注目的東西呢? 我的對了 超好吃的櫻花蝦拉麵 櫻花蝦巧克力 還有櫻花蝦冰棒 那這些東西哪裡可以買得到啊? 在東長櫻花蝦抓賣店 還有市場的魚肺攤飯也買得到 當賣場的熟食是越買得到 最重要的是 七成的產品是外銷至日版 小花小花 我爆一個好看讓你知道嗎? 什麼啊? 那消費者下訂單 可以有四種口味吃吃耶 真的假的 對啊 那我們趕快去糾團吧 那接下來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研究心得嗎? OK啊 就是我們的心得是 了解櫻花蝦的特性、來源還有趨勢 然後櫻花蝦是東長、漁業以及食品業的結合 帶動了人潮與漸潮 我們也得知如何買到正品櫻花蝦 不會買到不良業者的防茂品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安護我們的海洋環境 讓櫻花蝦能永續生存 我們的分享到此結束 感謝您的聆聽 可以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